任何一个时代,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焦点人物,或是政界名流,或是才子佳人,下面是中国近代29对明星夫妻罕见的老照片,让我们一起来回忆属于那个时代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的感情吧,图为梁思成与林徽因,宜赵丹和黄宗英,对于孙中山来讲,宋庆明不仅是他的生活伴侣,更是他革命事业忠实的占有,助手,继承者。 而对于宋庆明来说,孙中山是丈夫,还是拯救中国的英雄,也是他的革命导师,在他的意念中,爱情与革命已经融为一体。 1927年12月1日,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,一段见证之后,中国近半个世纪风云变幻的婚姻自此而始,正如所有历史名人的经历一样,蒋送联姻自一开始,就被人们所津津乐道, 而他们的婚姻生活也注定不会平凡。作为孔子第七十五代玄孙,孔湘西走出太古城,从一个紧梅渣的孩童,到美国留学成为博士,与宋家大小姐宋矮玲谈前投缘,成为孙中山。 蒋介石的脸心,张乐仪,1907年出生于避暑圣地,云中山城,庐山古岭。她是文明九江的建筑企业老板张牟之膝下的千金小姐,她嫁给了宋子恩,在民国的跨国殿中,蒋经国与蒋方梁白俄罗斯人,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一对, 他们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,被诗人赋予了王子与灰姑娘的童话色彩。赵一笛,人们多称她赵四小姐,在几十年的岁月里,与张学良长相厮守,其传奇一生,可谓多姿多彩,新凤侠和吴祖光,显星海和钱运灵,一徐志摩与陆小曼。